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上分学小桃 今天的这期内容 我们就来对本周将要公布财报的一些公司 包括一些经济数据来做一些展望 随后今天这期视频最主要的一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 新西兰央行有没有可能成为 这个矿场里面的那个金丝券 因为他们的央行非常有可能 再把隔夜利率保持在高位9个月之后 再次进行加息 好吧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要留给各位CEO 5秒钟的点赞时间 从兔年点赞一路点到龙年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和大家一起努力 我努力为大家做视频的更新 大家努力帮我们一起把这个赞给点起来 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 本周将要公布的一些新技术据 上一周有对2023年CPI调整的 那一个指数公布 这一个指数公布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市场对于12月份CPI的数据 有所下调 环比的数据从原来的0.3下调到了0.2 然后现在市场对于1月份CPI的预期 环比增速广益在0.2 核心在0.3 我们看一下同比增速 将从上一个月的3.4 预期下降到这一个月的2.9 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出现 那么大幅度的同比下跌 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基数效应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个月市场预期 广义的这一个环比增速在0.2 属于一个非常不错的通胀数据 除了星期二的CPI数据之外 星期五还会有PPI数据 现在市场对于PPI数据的环比预测 分别都在0.1% PPI的数据我以前强调过很多次 今天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 当通胀在上涨的时候 市场非常关注PPI的数据 因为市场认为PPI的数据对于CPI的数据 存在一定的指引作用 所以同样当通胀增速在放缓的时候 我们也一样要关注PPI数据 到现在为止几乎每一个月PPI的数据增速 都是在0%至0.1%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环比出现一个通缩 所以起码到现在为止从通胀的这些数据里面 还没有让我们应该去对于通胀有可能会出现反复的风险 开始担心的时候 当CPI数据和PPI数据都公布完之后 市场就可以对月底公布的PCE数据去做出一个预测 而且这个预测将会非常的准确 通常来说PCE的环比增速将会比CPI的环比增速要低 所以如果这个月核心CPI的环比增速在0.3%的话 那月底出PCE数据的时候那一组数据非常有可能会在0.1%至0.2%之间 假设最后的数据都如市场预期现在这样的话 那当这一组PCE数据出来之后 市场将会看到连续8个月的通胀数据都符合美联储的预期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将要发布财报的一些公司 我主要把这些财报分为三块 第一块是我用蓝色圈出来的这些公司 比如说有monday.com 有arista 有zoominfo shopify datador 有instacart 这些公司可能都属于一些相对比较小的科技公司 然后第二类是和一些经济相关的一些公司 或者和旅游相关的一些公司 airbnb mgm dodash toast 当然本周二的盘前还会有可口可乐 上一周麦当劳和百事可乐的财报都对于2024年的营收指引进行了下调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可口可乐是不是也会给我们同样的一些指引或者讯息 然后是第三类公司可能集中在星期四的盘后 有draffkin 保持了将近9个月没有加息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暗示 包括美联储接下去有没有可能跟着纽西兰央行的这个节奏一起加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的上半部分 在2月8日收盘的时候 市场认为纽西兰央行在2月28日和4月10日加息的这个概率 在2月8日的时候 市场认为4月10日的时候最多有23.2%的这个可能性 纽西兰央行会加息一次 但是来到了2月9日市场认为4月10日加息的这个概率直接飙升到了86% 所以2月9日发生了什么 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2月9日并没有任何经济数据发布 但是在2月8日晚上有一篇文章来自于ANC的总经济学家 他预期接下去纽西兰央行可能会继续加息 所以给人那个感觉就是那一位经济学家非常有可能向美联储的传话筒Nick Timorous 他所释放的讯息有可能背后就是代表央行的这个议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2月9日截止的时候 市场已经明显开始定价加息的这个概率 而仅仅就在2月4日和2月5日的时候 市场还是认为接下去两次央行的会议几乎不会进行加息 可以影响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因素 理论上来说只有两个一个是通胀一个就是就业市场 但是我们今天稍微看得全面一点 在这两个数据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去看一下GDP数据 首先这张图里蓝色这条线是新西兰央行的隔夜利率 白色这条线是他们通胀的环比增速 这是一个季度的环比增速 怎么去理解最新Q4的季度环比增速在0.9% 也就是我们把0.9年化的话 通胀的这个同比增速大约是在3.6%或4%左右 这里面有两个观察是我们可以做的 第一个观察白色这条线 因为新西兰他们公布CPI数据是每一个季度一次 所以在2023年总共会有4次的公布数据 但是2023年的通胀数据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 一季度在0.9左右 二季度也在0.9左右 三季度出现了一波反弹 然后四季度继续跌到了0.9 所以第一个观察我们可以做的是 新西兰央行在压制通胀的这条道路上面 2023年他们并没有取得非常明显的成就 然后第二个观察蓝色这条线 新西兰央行第一次加息的时间是在2021年的第三季度 所以的确是远远领先于美联储 我没有记错的话 美联储应该是在2022年的3月份还是4月份开始第一次的加息 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美联储还在讨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缩减QE的体量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之所以新西兰央行那么早就开始进行加息 是因为通胀的这一组数据早在2021年的时候 季度环比就已经将近要2% 2%的季度环比把它年化的话是在8%以上 8%至9% 所以在新西兰通胀所到来的这个速度和幅度比美国要快 而且比美国要猛 所以这也是导致新西兰央行那么早就开始进行加息的一部分原因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西兰的同比通胀数据 第四季度录得在4.1% 其实还好 如果我们把这一组通胀数据按照他们的这个标准拆成两块的话 第一块在新西兰的话叫做tradable 第二块是non-tradable tradableCPI从字面的一个理解就是影响到通胀的这些因素是可被交易的 或者说是受到了进口价格的一些影响 所以非常明显蓝色这条线可被交易的CPI 相对于白色这条线总的CPI的话 它相对的波动会比较大 最高的时候同比可能去到9% 而在疫情之前的话 这个通胀就在0% 完全没有任何的通胀 而整个2023年蓝色这条线下跌的幅度 可被交易的CPI这一部分非常的明显 从8%下降到了3% 但是另外一部分通胀就是红色这条线叫做non-tradableCPI 不可被交易的CPI指数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的CPI指数理解为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相对年占性比较强的这一部分CPI 而这一组不可被交易的CPI在2023年所获得的成果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红色这条线不可被交易的CPI明显它的一个波动相对比较小 而且即使在疫情之前这一个不可被交易的CPI也是基本稳定在3%左右 之所以总体的通胀白色这条线一直维持在2% 是因为这一部分可被交易的CPI长期的这个通胀维持在0%至1%之间 所以可被交易的CPI蓝色这条线2023年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大 从8%下跌到了3% 但是不可被交易的CPI在2023年几乎没有非常明显的下跌或者放缓 然后另外一组数据这张图里的柱状体这叫柱状体代表新西兰每一个季度的GDP增速真实GDP增速 2022年第四季度出现一个衰退 2023年的第一个季度和第三个季度都是负增长 那为什么在GDP增速看似不是非常的情况下 市场仍然预期新西兰央行接下去将会继续加息呢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在2月份所公布的劳动市场数据非常的强劲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失业率 市场预期第四季度的失业率是在4.3% 最后的数据出来仅仅只有4% 这边还有一个就业率的同比增速 市场预期在1% 最后的数据在2.4% 所以就业率比市场预期要高 然后失业率比市场预期要低 这代表了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比市场预期要好很多 如果我们去看他们的失业率 4%的失业率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1月份所发布的CPI数据分为Tradable和Non-Tradable Tradable季度环比市场预期在0.1 实际最后的数据在负的0.2% 所以第四季度可以交易的这一部分CPI数据比市场预期要好 而且甚至于季度环比的话出现了一个通缩 这就说明只要是和全球接轨的商品或者服务通胀 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增速放缓 甚至于这一个季度出现了一个通缩 但是剩下的那些并不和国际市场接轨的那些不可被交易的CPI指数 环比增速大于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在0.8% 这一个季度在1.1% 这两组数据其实非常好的告诉我们 之所以现在新西兰国内的通胀还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4.1%的同比增速是因为如果要依赖于进口的话 这一部分和进口相关的通胀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没有 但是国内本土的通胀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接下去新西兰央行是不是还会继续加息 有可能而且市场现在的一个定价是 4月份的那一次会议有90%的可能性会加息一次 加息的一个基础是什么 加息的一个基础是2023年 其实新西兰央行在压制通胀的这条道路上 并没有获得非常明显的进展 每一个季度的通胀季度环比都在0.9%或者以上 如果在压制通胀的这条道路上面并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 并且同时整个市场的失业率还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位置 而且比市场的预期还要低 这两者全部加在一起 就使得新西兰央行有足够的理由或者说筹码去进行再次的加息 最后从他们的通胀数据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的通胀主要是来自于国内的一些压力 而只要是和国际接轨的这些商品或者服务通胀 第四季度的数据现在已经非常的合理 最后我并不认为新西兰央行是矿井里的那只金丝雀 起码在美国这边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通胀有可能会出现反转的一些信号 而在接下去有可能新西兰央行再次加息的这一个例子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的通胀数据都不同 所以他们的货币政策也会出现一定的不同 虽然新西兰央行在这一次加息的周期里面走在其他国家之前 但并不见得这一次他们再次加息 其他国家的央行也需要跟进 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国家所看到的通胀这个时间点并不一样 这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巴西 蓝色这条线是巴西国内的通胀 白色这条线是巴西央行的隔夜利率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央行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加息的 2021年的3月份 为什么他们那么早加息比新西兰央行还要快 因为他们在2021年2月份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通胀开始上涨的趋势 所以从这张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央行其实加息加的非常的及时 并且他们也是在看到通胀由明显放缓的这个趋势的时候 开始保持隔夜利率在一个高位不变 然后到2023年6月份的时候 他们同比通胀增速降到了3% 然后央行开始慢慢进行降息 其实在这一次加息和降息周期里面 很多新兴市场都是走在美联储之前 并且很多新兴市场现在已经成功的把通胀压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最后是我们的富途默默环节 为了迎接中国新年 富途默默为我们带来了新年大礼包 现在只需开户 闲置资金就可以获得年化最高8.1%的回报 并且现在只需开户和入金6888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一股亚马逊的赠股 加拿大市场最近推出了RSP和TFSA的自主投资 入资100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5万可以获得7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的方法包括入金或者转仓 转仓的体量达到10万 就可以获得最高1550的现金券 最后是澳洲市场 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2000澳币 就可以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并且可以享受闲置资金 最高年化6.8%的回报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连接 那今天的这些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在下期见